人不要再抬过去 由于大坑内空的面积较大 救援车辆根本无法靠近事故现场 为了防止地面发生二次塌陷 消防人员和医护人员只能利用拉梯徒手下到大坑内 对被困人员展开施救 在消防人员的保护下 受伤较轻的两名被困人员很快就顺着拉梯爬了上来 而此时大坑内剩下的两名人员 由于伤势过重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 这时消防人员和医护人员给被困者做了简单的保护措施 采用安全绳索将被困者拉了上来 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营救 三名被困人员均被救回到地面送往医院抢救 而另外一名被困男子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目前坍塌的路段已经被交警封锁 事故坍塌原因也正在进一步调查